非盟和美国的发言人说 以权力分享来结束科特迪瓦的政治危机是不能接受的 非盟协调员奥廷加星期二说 在选举中失败的人必须接受人民的决定 巴伯总统的发言人梅洛对美国之音说 巴伯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提出重新清点选票的要求 巴伯坚持他赢得了选举并拒绝交出权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罗利说 巴伯总统必须承认他在选举中失败并交出政权